美国总统大选的计票活动正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 目前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已经拿下了236张的选举人票 领先特朗普的213张 那根据美国选举制度必须跨过270张选举人票的门槛 才能够入主白宫成为美国总统 虽然大局还没定 不过有一些州属的成绩已经出炉 让外界从中来推敲出谁的胜出机会会更高 首先鼓舞民主党士气的是拜登他成功拿下了上届大选 由共和党所胜出的亚利桑那州 而这也是民主党这24年来第一次拿下亚利桑那州 并且成为本届选举当中第一个由红转蓝的州属 至于共和党方面 特朗普他是以51%的得票率拿下了佛罗里达州 成功为自己赢得29张的选举人票 然而作为关键摇摆州之一的佛罗里达州 一直以来都被称为是造王之地 因为这里呢 从1964年以来赢下佛罗里达州的候选人 几乎都赢得了总统选举 只有在1992年是例外的 然而被外界预测 这次美国总统大选投票日当天会出现混乱的局面 并没有如期上演 投票的情况还是显得相当顺利的 有望创下投票率新高的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 投票日当天 各个投票站外都出现了长长的人龙 有些地方甚至看不到排队队伍的尽头 大家有秩序地排队等待进入投票站 投下神圣的一票 而两大总统候选人的支持者 也向记者透露了他们支持拜登或特朗普的原因 与此同时 特朗普的妻子梅拉尼亚 昨天也前往投票站投票 全程看似心情不错 面对记者的提问也面带笑容地回答 随着投票时间结束 计票员也开始进行计票工作 大家戴上口罩忙着计算一叠叠的投票券 有的地方甚至在两个计票员之间放了透明板 严厉遵守防疫SOP 另一边乡 在计票进行的同时 有大批民众聚集在美国白宫和黑人生命很重要广场 举行不同诉求的抗议集会 示威者当中 多数都是民主党的支持者 他们高举写着 特朗普立即出局的标语牌和大型布条 甚至还有人在旁敲锣打鼓 示威者表示 他们其实是在没有选择之下 才会希望拜登获胜 不过 在另一个示威地点却上演了冲突事件 一群示威者包围着一名特朗普的支持者 不让他离去 双方拉扯之间 更有示威者使用棒子打向男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